原來的確是單憑Single Core High Speed Processor 在看網頁或者做一些日常生活的處理時的運算 是會被刁隔為止快 為什麼呢?因為現在Android的OS也好 或者Android中的程式也好 絕大部份都未針對刁隔做優化的動作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基本上Due Core的Processor 你用不到第二個Core、Send Core 自己用來用也用第一個Core 其實很簡單的理念就是1.5GCPU快 還是1GCPU快 這個我相信大家會有一個很簡單的想法 已經知道答案是什麼 另外 我們HTC Flyer會有兩個版本 好像其他的Type一樣 第一個版本是3G加Wi-Fi的版本 另外一個就是Wi-Fi Only的版本 如果是3G加Wi-Fi的版本 我們來自32GB的Internal Storage 再加上有個吉了的Memory Card的Slot 而這個Slot最多是可以插到32GB的MicroSD Card 換句話說 最多你可以變成64GB的產品 而Wi-Fi For Only的版本 就是我們這些Slot可以自己透過USB cable 也好 或者你上網下載東西的時候 真正自己去 access到寫或者讀的 變成你想抄一些歌 或者你想抄一些office document 的話 你也可以很簡單的 插到USB cable 將它變成一個好像USB手指那樣的模式 很簡單的Jack and Drop 就可以把不同的File Copy下去用盡Slot的Slot 另外就要提醒大家 我們3G的Model 都不切打電話的功能 就是打Voice Call的功能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想過的時候 不是HTC孤寒不做給你 而是我們想回 因為其實說真的 雖然我們做一個7吋的Tablet 你可以放在一個褲袋裡 但是你都不會可能24小時 將Tablet更新 和電話切了一個距離 但是有時候你用Tablet去打電話 但是當你放下一部Tablet 你怎麼接收電話呢 是不是要發在飛線的麻煩呢 所以其實我們就想著 Tablet主要是給你一些 就是Data的Processing 或者你也都可以利用這部機 去SMS或者MMF等等的動作 那上網方面 就是HSDP14.4 HSQP5.76 Wi-Fi的BG N的Standard GPS Wi-Fi Bluetooth 數碼智能 Light sensor Motion sensor 基本上全部都齊齊了 另外 有一個沒有放在這裡的功能 就是 我們稍後的時間 會在我們的Service Center 會有一條Optional的HDMI的Output 的Cable 現在就在用來做Demo 這條Cable 一定會有朋友問 為什麼HTC 不做HDMI Port 在機身上 一個很簡單的理念 就是 通常你做Video Output 的時候 如果你不插 插擊 那可能你這部機會相對快 沒有電 所以我們一個類似Docking 類似Notebook的Docking的設計 就是 這條Cable 可以分別給你插HDMI弦 可以給你插擊 插擊 甚至乎如果你在家裡 你想將那個 你可能有一個Empify的 你都可以透過那個3.5mm的Audio Jack 將聲音輸出到Empify上面 都是可以做得到的 插在這條Cable上面 當你下次回到家裡 或者出街的時候 你不需要拔插那麼多線 單一個頭 做了那麼多樣東西 這就是我們的設計理念 另外順帶一提 待會大家拿到這部機器上手的時候 你會看到 我們的充電的位置 會比較特別一些 我們的頭看上去 或者不是看上去 實質上來說 它是一個比較特別的頭 但是 是可以backward compatible with 這個Micro USB的charger 或者是Dlexine 那為什麼這樣做呢 因為這部機器的電池容量 相對比較大一些 如果用普通的Micro USB的charger 你是可以充電 但是所需要的時間 是會長久了的 所以我們跟機器 就會跟著一個 所謂的快插的火牛給你 那火牛的Output 電量是會大了 Aso會大了的 可以讓大家方便些去插 即快些去插完這部機器 但是當然啦 如果你可能去到朋友家裡 或者可能回到office的時候 你都可以用回USB線 甚至用USB線 插在電腦上面去插跌 也是可以的